交通部觀光署公布了去年 來臺國外旅客消費調查 韓國旅客最會買 來臺期間每天消費約一千五百元 而來臺旅客最大宗 是由新南向十八國奪冠 觀光學者也分析 旅客來源較疫情前大不同 整體的消費力 也比過去還低 必須要檢視大數據 對於不同的市場 投其所好來刺激消費力 位在捷運站旁的知名豆漿店 一早就有大批國外旅客排隊 觀光署針對去年來臺國外旅客 進行調查 美食與特色小吃 是吸引觀光客來臺的 最主要原因 購買力部分 由韓國旅客奪冠 平均每天花費四四點九六美元 折合台幣約一千五百元 其次是中國旅客 港澳旅客緊追在後 每天花費約一千兩百元台幣 檢視旅客來源國也較疫情前大不同 去年全聯六百四九萬名國外旅客當中 新南向十八國佔三成七 港澳客接近兩成 日本客排名第三佔百分之十四 平均停留天數為七點三九葉 整體消費較過去下滑 官網署今年將來臺目標旅客定為一千萬人 交易部長林茂彥表示 下半年會下重手 寄出機票與高鐵票等促銷方案 習客 觀光學者分析 因應旅客來源國重新洗牌 與疫情後旅遊模式改變 公安署可以利用大數據 對不同市場寄出精準行銷 例如港澳客以家庭旅遊居多 投機所好才能提高消費意願 也讓旅客願意一再來訪 記者圈林茂坦臺報道